老娘你可以用舒出谣上分吗 怪怪 普通的上分英雄已经满足不了你们的需求了 是吗 还开始给我整些什么搜套路了 这个舒出谣呢 其实很早就有了 有看似出黄高虎 实则偷偷成为队内第二射手 再往前有姚明组合出发装的 这些套路虽然快乐 但事实就是 前期非常非常非常的难打 根本见不到后期的好吗 当然了老娘我呢 绝对不是那种指望最有代费的人 如果让我打出处啊 我必须要超过 把师射手 把野其中一个 那才勉强说得过去嘛 你们说对吧 位置呢 我也是特定研究人员的 比如带个狂暴 自信心瞬间爆空 前期就敢对人对别 来啊 命高啊 看到没 在气势上我们已经赢了 所以这种时候就可以 倒地血庆祝一下 刚才开上头了 反正就是狂暴一开 不是我 就是狗王 狂暴不好用 但我却发现啊 蔡文姬配输出谣 那真谛是 绝配回家打开门 绝配到家了呀 蔡文姬作为曾经的辅助一姐 自从谣出现后 就渐渐被剥夺了地位 从这个方面来讲啊 她绝对是想好好的辅助 让输出谣成为主流 这样 嘿嘿 蔡文姬才能偷偷回辅助一姐啊 再从技能上来想啊 被追后 谣大招躲伤害 蔡文姬被动受伤后 又加一座 外加来人恶心的谈 前妻不来素个人 是很难抓死这个二人组的 而出素遥呢 最难度过的 真是前妻嘛 实战环节 天天玩戏 一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 峡谷无敌 欲望者 王小卫事业 一般你选出这种阵容 大概率会受到队友的问候 比如这位 他对我说 遥你SB 其实是个缩写啊 意思是遥你上 多么真挚的鼓励啊 让我瞬间充满了动力 直接把对面射手 点得不敢出塔 然后趁机多反眼 反正也不怕被抓嘛 他也来了 哎但你一个人来 不是送吗 我去 打眼睛往哪儿推呢 然而 打眼为了证明 他没推错 就跟他一起死在了躺下 此时他们上路也来支援了 飞倒出来后 连大招都不需要放 你还敢追 叫你追 往哪儿逃你 这时啊 对面的射手和上单 一定都特别的迷茫啊 难道这把不是福利局吗 哎 年轻人不懂讨论嫌恶啊 于是他跟辅助臭落单 开始实施了BUFF 此时我还没有被动 太乙这个架势啊 明显是张着有大招 想越塔强杀我啊 多大的仇啊 靠着一直能吃到的血包 并换掉了太乙的大 然而对面马可也直接 开打我一块 把我大直思想 给我表演了个 360度旋转卧道 可他一再度跟来 情况依旧危险 就在此时 有 我一个大招 趁风策过 直接一飞 然后对面就看不下去了 一下来了五个人 我先一个大招 上太文机 上了直接下 被动被打出来后 拉开距离 默默躲在后面输出 按他们的想法 此刻肯定都在想着 盯着输出打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老娘我才是输出 K.O. 怎么样这波 单打五 没有问题啊 喂 大爷 你上去送的吗 啊 不要 总之啊 这把最开心的 今天就是貂蝉了 这两个弹辅助他 输出版级一流 直接他二一技能连招 我平A 再文机弹弹论 我一技能接平A 证据第一次见的上台 开船了 我还是平A 简单但粗暴 由我摇摇射手仔 最先打通的终究 还是我这一路 好了 接下来就是判断 成功与否的时刻了 哈哈哈哈 这个打野草亿呀 拿那么多人头 最后输出还没我 靠看到呗 哎呀 这样呢 我算是一个合格的输出了吧 嗯 不过呢 我之所以敢这样打呢 还是因为我目前的段位 比较的低 哎呀 凭我曾经女王者的实力 还是可以掌握的 平时的话呢 嗯 我劝大家还是娱乐为主 因为输出药的前辑 真的会很惨啊 不要再去看海队友了 好吗 好了 大家还想看我 用什么英雄上风呢 欢迎在评论区中 给我留言 我现在有没有点赞高的那些 去挑战 一旦失败 用谁就送谁的皮肤给你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